歡迎收看由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要來再繼續介紹有關幾個特性 尤其是介紹這個三角形的一些 具有特色的結果 從我們前面已經學到的東西 特別來留意這幾件事情 首先 這很簡單 如果三角形三個角相等 角A等於角B等於角C 那麼每一個角都等於60度 這樣 那這是正三角形 這個正三角形 如果今天我們三角形有一個角A 它就等於角B加角C 那你可能會 那這個是什麼 我們先講結果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就是直角三角形 那你可能想說 那我看到我就知道啦 比如說90和51和29 那我就知道有一個角90 可是如果說今天我的題目不是這樣出 我的題目說 這個三個角分別是 比如說2x 我三個角分別是 2x-1 x加5 2x-1 x加5 還有一個3x加4 對不對 那你這樣你就看不出來說 其實有一個角90度喔 但是如果你稍微留意的話 因為這兩個相加 就是這個 那當它三個角裡面有一個角 是另外兩個角相加 那這個角一定就是94 因為你可以想見嘛 角A等於角B加角C 那角A加角B加角C是180 對不對 那也就是等於2角A是180 所以就是說如果今天它有兩個角 加起來是第三個角的話 那它是直角三角性 然後如果我們來看三邊 如果它三邊平方有出現這個A平方 等於B平方加C平方的話 那它是直角三角性 沒有問題 如果今天你沒有發現 它不是說A平方等於B平方加C平方 而是A平方呢 稍微改一下 為了讓這個寫下來的東西有對稱性 我們改成 加在前面 來 這樣子啦 如果今天它不是A平方加B平方等於C平方 而是A平方加B平方大於C平方 那這個 在這裡先講 就是說 應該說每一個邊算起來都會是這樣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C已經是最大邊了的話 如果你的C已經是最大邊了 那結果A平方 A平方加B平方還是比C平方大的話 那其實這個就是銳角三角性 我們稍微補一個 補充一個在這裡 就是說如果今天C C大於B大於A 之類的 這樣子 C是最大邊的話 那結果 如果C是最大邊 結果C的平方 仍然沒有A平方加B平方大的話 那麼這個三角形 它就是 銳角三角形 那如果C平方是最大邊 那如果C平方 它有比A平方加B平方大的話 那這個就是銳角三角形 銳角三角形 這個是銳角三角形 這樣子 可以嗎? 那其實還蠻好記得啦 就是說我們已經知道B是定理 兩股平方核是斜邊平方核 這個是直角 那如果最大邊 那這個時候最大邊就是等於另外兩邊平方核 那如果最大邊比另外兩邊平方核都還要更大 那它就更長 拉更長 有沒有 那它就是銳角 如果它的平方比另外兩邊平方核更小 那它就是銳角 OK 那麼如果今天有一個等腰三角形 我們知道它有一個角是60度 那這個就是正三角形 這個都是 我們之前可能就有約略的學到 可能有人會捕捉到這樣的概念 那很正式的來整理一下 對 接下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這裡有一個正五邊形ABCDE和一個正三角形DEF 那它跟之前的題目有點不一樣 就是說這兩個 正五邊形和正三角形的系統編長沒有一樣 但是其實這題也不難 要求角E角E會是多少 那這個我們透過對於三角形內角核和外角定理 看我們到現在就還是只教這兩個 那所以呢 因為這個是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的內角60度 正五邊形的內角108 它要求角E 如果今天像這種問題你拿給學生算 學生第一時間沒有算出來 那你可以怎麼樣提示到這裡 提示到這裡 然後請他再想 那如果他還是沒有想算 你就跟他說 我們就學過的就只有內角核180 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 讓他去想 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說我們希望他可以慢慢的慢慢的 建立起自己能夠推論的能力 因為你提示到這裡的話 很多人就好吧 那就去想想看內角核180 外角是兩個內對角 所以這個108這個60這個48 其實你會發現角核就是18 這樣子 這是相當簡單的題目 但是就是可以 一步一步的來試試看學生學到哪裡 來下面這裡 這個題目給大家想想看 這裡有一個直角三角形 他說AB垂直於BC 所以這裡是直角 然後第一垂直於AC 所以這裡也是直角 我這個題目本來 直角沒有畫是 就是故意不要畫 因為希望大家可以從文字上去補 做他是直角 不過我還是手癢就把它補上去了 其實就是要讓那個 要讓那個學生自己來補 對 請證明 請證明ADE等於角C 請證明 不要忽略了這一個學習 就是我剛講這個 重看圖 去 去標 重看圖 角ADE等於角C 是哪一個角 對哪一個角 有的學生 就是 這個部分 連這個部份的練習都太少 使得他每次一看到圖形 就會很辛苦 A D E 那说真的这个其实你试几次就习惯了嘛 A D E 怎么样讲习惯呢 就是要习惯去把它标起来 那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一开始在交几何推论的时候呢 可以有几个这种问题就是不要去上色的 因为讲义都习惯先上色 那让学生自己习惯去捕捉这些角 OK 所以总而言之是要证明这两个角相等 下面这一题 有一个三角形的三边长比是 √6-√2 √6加√2比4 这个是A B C 另外一个三角形DEF 它的三个角的比是√6√2和√6加√2 比起来是√6比√2比√6加√2 那么请问A B C和D E F分别是哪一种三角形呢 这个就我们刚才所学的那一些 拿那个刚才所教的东西出来看一看 试试看 推论看看 那么来检讨刚刚这两题 这一题说这两个角是直角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推论的问题 推论什么呢 你看我一直在讲 就是说我们去推论一些结果 那推论的过程往往可以延伸应用到去做别的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很容易被延伸的事情 这个我们曾经也有讲过他的结论 因为并不难懂 就是说角D就是角ADE 因为在三角形ADE中 写这样好了 在三角形ADE中 因为有一个直角嘛 所以另外两个角互以 角ADE等于90度-角A 在三角形ABC中 因为角B是直角 角C等于90度-角A 那就是我们之前整理过这件事情 对同一个角互以的 他们两个互以 他们两个互以 所以今天 所以角AD 还有角C 这样就证明出来啦 这很简单 下面这个 三边比4 更号6比 更号6-更号2 更号6加更号2和4 那其实这个呢 不讲的话 学生不容易自己发现 但是由于我们才刚刚介绍完 就是有关三边比的特性嘛 三边比和三个角的比 有会有会怎么样 三个边和三个角怎么样 那所以说呢 这个目标就是希望你们可以试试看 三个边 那我们就讲到什么 就是 有没有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所以来试试看 更号6 加更号2的平方 加更号6-更号2的平方 那这个平方出来是 6加2-2更号12 这个平方出来是 6加2 加2更号12 对不对 那结果呢 所以合起来会是 8加86 那如果你 这个还记得的话 我们其实是不用展开来 就是A加B平方和A-B平方 合起来的话 是中间2AB的部分消掉嘛 留下两倍A平方加B平方 所以是16 那16的话是4平方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是三角形ABC 它是直角三角形 接着DF 它的三个角的比是更号6 更号2 和更号6加更号2 那么由于它的三个角是 这两个加起来是它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也是直角三角形 这样可以吗 你如果脚A加脚B等于脚C的话 这就是直角三角形 好 好 那么 这是我们这次的作业哦 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这个AB垂直AC A珠垂直BC 要证明脚B A珠等于脚C 这个 诶 又来了 又比之前更长了一点 有没有发现 请求这个脚A 那 我喜欢这个问题啊 所以多出几题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希望大家都要会 希望大家都要会 因为我觉得很 很有意思啊 整个整个推论的过程 利用等腰三角形 利用外脚和和 另对角的关系 然后 又要稍微的算 就是稍微的推论 最后还要解微之数 来看这里 如果这个图里面 这是一个 他这里画矩形 这个是一个 他这里画直角啦 他这里画直角 他说如果今天ABE是36度 ABE在这边 ABE是36度 那么请问脚ADF 这个会是几度 请问这个会是几度 可以吗 那就是说脚 这里是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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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是36的话 那么这个是几度 下面这个图 如果脚A是40度的话 那么请问脚D是几度 脚A是40度的话 这个脚D是几度 下面这个 如果脚A是46的话 请问脚D是多少 这两条都是脚平分线 这圈圈这个叉叉 可以吗 那我们接上到这里